我们再来看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还印发了2013年空气污染包括雾霾人群健康影响监测和农村环境卫生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通知指出我国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空气污染包括雾霾天气的健康影响监测网络 为在2013年开展空气污染特征污染物及人群健康影响监测掌握不同地区PM2.5污染特征及其成分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空气污染对健康状况的影响 我国在雾霾高发的16个省份选择了监测点开展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工作 这项监测的内容包括全市层面环保气象人口死因等资料收集 以社区为基础的雾霾特征污染物及成分监测 敏感人群健康监测 人群健康风险评估危险因素及人群活动模式监测 以及以医院为基础的疾病监测 感谢观看